这个正伍的肩膀拼命逃命的女人是当朝王妃明月 向着奔赴而来的男人正是皇子阿谦 就在不久前皇上举办了一场围炼 得知明月从小对骑行涉猎比较擅长 就特许她一起上场 当鼓声响起所有人都蜂拥而出时 阿谦的精美竹马小乔突然叫住他 称有重要事情需要单独告诉他 阿谦不忍拒绝就和他一起走了 路上小乔突然向阿谦提出自己甘愿做他的侧妃 阿谦直接回绝了他 小乔故意污蔑明月是妖女 说着使用魅惑之术勾引阿谦 阿谦听后脸色大变立刻警告他 再诋毁王妃连朋友都没得做 正准备离去时 阿谦突然看到明月的弓箭被丢在一旁 立刻意识到明月出事了 而死时的明月正准备射杀一只小兔子 却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偷袭 明月见四处无人 只能忍痛拔出剑逃命 可没多远明月就体力不湿 差点晕倒 阿谦骑马霸气赶到 拿出三只剑就射向刺客 打得他们落光而逃 阿谦赶紧跑过去看明月 见得身受重伤 嘴上虽然说着责怪的话 可心里的担心是藏不住的 阿谦抱起他来到小河旁 准备扒下他的衣服查看伤口 明月惊讶地问他做什么 伤口有毒 不想死 就别乱动 阿谦扒开明月的衣服 看着伤口 眼里满是心疼 知道伤口有毒 还毫不犹豫地用嘴吸了出来 所以我得亲手帮明月 整理好衣服 用霸道的口吻 做了最温柔的事 晚上两人骑着马 回到营地 阿谦要求抱明月下马 明月本想拒绝 可看到周围的士兵 还是勉强地答应了 回到帐篷后的阿谦 要帮明月上药 可明月毕竟是大家闺秀 最终还是害羞地拿过药 转身自己擦起来 不一会儿 他就疼得发出了声音 阿谦听到后 急忙转身 接过纱布 温柔地帮他处理 明月看着眼前的男人 有很多话想说 却欲言又止 上完药后 阿谦站起来 就要脱衣服 明月吓得赶紧问他 这是做什么 阿谦听后 急忙解释 为了不让别人怀疑 他们只能睡在一张床上 明月听后 不但没有生气 心里还有点小窃喜 躺在床上的明月 被剑伤折磨得睡不着 阿谦听到动静后 用手轻轻地拢着他 明月这才安心的入睡 早晨明月醒后 他看着旁边的阿谦 突然冒出了坏心子 正准备上去亲他 不料阿谦刚好醒来 他赶紧躺下装睡 期待他会主动亲自己 结果阿谦醒来 看着明月紧皱眉头 以为他做梦了 就赶紧摇晃他 谁有能叫醒装睡的人呢 阿谦见状况不对 又用手拍打他的脸 明月忍不住疼痛 便醒过来 心里十分埋怨阿谦 却只能狠狠地瞪着大眼 围内结束后 两人乘马车回府 阿谦先行下车 他绅士地转过身 搀扶明月 明月看着他的举动 很是开心 进门之时 阿谦盯住明月 最近不可以出门乱跑 没想到 明月竟然乖乖地答应了 站在一旁 就像一个泡载蜜罐的小孩 前来迎接的下人 都不敢相信 他们俩人能如此甜蜜 回去后 明月赶紧跑到厨房 为阿谦煲汤 其实就是找个借口见他 谁知明月在去送神汤的路上 遇见了小乔 小乔怀疑汤有毒 就直接打翻 明月为了自证清白 捡起砂锅盖里 残留的汤 直接喝了下去 拎走前 还狠狠地瞪着小乔一眼 明月回到厨房 又亲自做了一份 他刚送到阿谦房门后 就听到他与好友阿珍的对话 说只要明月安分 做好皇妃 为他所用 其他的都不重要 还可以给他一份安稳的生活 明月听后开始失落 一不小心 把手里的汤摔在地上 阿谦听到冻结后 打开门后 见到明月逃跑的背影 和洒在地上的身汤 知道自己刚说的话 他全都听见了 可这并不是他内心真正所想的 伤心的明月 直接跑去找好友 为自己的失恋买醉 阿谦得知后 赶紧把醉酒的明月 扛了回去 明月在马车里 抱着阿谦就吻了上去 阿谦虽然被一些举动吓到 但还是很享受 清醒的明月 并不知道自己亲了阿谦 只想起自己被喜欢的人 利用这件事 阿谦得知他醒后 赶来看望 见到熟睡的明月 正准备伸手抚摸 不料被假睡着他及时闪开 阿谦知道明月 是有意躲自己 便无奈地离去 刚出房门 就被下人告知 小乔找他 还说昨日 小乔已经来找过王妃 阿谦得知后 黑了脸就去见他 小乔还没等阿谦开口 他却恶人先告状 委屈地说 是自己打翻了 明月给他熬着毒药 还质问着阿谦 为何对自己 没有一点真心 阿谦听后 没有犹豫 立马回绝了他 还警告他以后 不要再来王府 小乔站在原地 看着他的背影 眼神里透露的不甘心 嘴上还说着 阿谦只能属于他 此日 明月的哥哥凯尔 和他青梅竹马的 云丝将军 一起来看望明月 云丝见到明月 立刻将他搂进怀里 还送了他最喜欢的家乡酒 阿谦看到后 醋意大发 不允许他喝 就连手里的酒袋 也抢走了 一旁的云丝健壮 也很是不开心 晚间阿谦收到云丝的信 约的第二天比武 天一亮 俩人就在王府大战身手 别看阿谦身材 没有云丝魁梧 可几个回合下来 直接把他打趴下 一五过后 不服输的云丝 还要与他比酒量 两人相对而坐 水也不服水 一碗接一碗猛灌着 不胜酒力的阿谦 最终认输 摇摇晃晃的 来到明月的房间 明月看到醉酒的他 赶紧后退 阿谦见状 直接抓住他的手 就往怀里搂 不仅把明月的手 放在自己的腰上 还向他表明了心意 说着便向他吻聚 阿谦还没亲上 身体就不受控制 向前倒 直接把明月 压在了床上 害得他差点喘不过气 第二天 明月带着哥哥 和云丝去逛街 阿谦不放心 就让侍卫跟踪他们 侍卫听到云丝 想来明月回酒离 便赶紧回去 告诉阿谦 阿谦听后 按捺不住起身 就去集市 明月被旁边 路过的人撞到 眼看就要摔倒时 阿谦正好赶到 他与云丝 都想去搀扶 可谁也没有服导 害得明月 直接摔在地上 明月起来后 立刻气冲冲地 打道回府 晚上明月 正在荡秋千 云丝趁机跑过去 在后面帮忙推着 还讲着他们以前的事 可明月 怎么也想不起来 云丝得知后 很是生气 不仅停止了动作 还想趁机稳搭 明月吓得赶紧站起来 让他早点回去休息 云丝还装着 本是了解他的样子 说道 自己知道 他根本不喜欢阿谦 还很是激动地抱住明月 明月不明白 他到底在说什么 幸亏阿谦及时赶到 当着云丝的面 拉起明月 故意说 自己是专程 来接王妃回去休息的 说完就用挑衅的眼神 看了云丝一眼 随后搂着明月 扬长而去 回到明月房门口 阿谦直接走进去 他看到身后的明月 没有跟上 直接抱起她 就往房间走 王爷不要 王爷 明月嘴上 一直喊着不要 结果收到阿谦的眼神 还是乖乖地 关上了门 阿谦不仅把明月 轻轻放在床上 还温柔地帮着脱鞋 看起来十分贤惠 次日明月 正在樱花树下休息 云丝急忙过来 邀请她去马场 骑马 两人正开心地 向门外走 阿谦直接将两人拦下来 以要向父皇 请安的借口 拉起明月就走 虽然明月很不情愿 但还是跟着她 来到皇宫 皇上让两人 赶紧生个小世子 明月听后 带着气呼呼 语气说道 一时半会儿 有些困难 皇上听后 赶紧问是不是阿谦 有什么问题 明月听后 这才笑起来 皇后贴心地 给他们准备了 助孕的汤药 才放两人离开 明月和阿谦 刚回到府里 就被云丝拦下 只要带明月去马场 阿谦听后 立马帮明月回卷 还故意指着要说 明月现在的身体 不意其形 可云丝还是不依不饶 阿谦就以看望 阿珍为借口 逼迫明月和她一起离开了 次日一早 阿谦和明月 正准备去看望阿珍时 云丝再次出现 非要一起同行 阿谦很是无奈 但还是带她一起去了 到了阿珍府里 阿谦赶紧给她试眼色 阿珍收到信号 立马配合她装病 不料阿谦的 另外一个机友赶来 邀约两人一起喝酒 这时明月才知道 自己被骗 看了她生气 阿谦急忙起身解释 说自己只是不想 让心爱女人 和别人待在一起 明月听后 瞬间消尽 还开开心心的 去给她们做小点心 不久后 明月端着刚出炉的糕点回来 自然惊讶地 看着桌上的点心 不敢开动 云丝毫不犹豫 拿了一块 尝过后 虚伪地说是食材不新鲜 阿谦拿起一块品尝后 一游未尽 接连吃了好几块 明月看后 就尝了一小口 就受不了味道 准备倒掉 阿谦急忙拦下说 自己非常喜欢 只有她才能品尝出 里面的甜味 云丝听后 实在忍不下去 来到凉亭里 用力地敲打着屎桌 还想着明月 是不是被催眠了 才对自己爱答不理 于是就跑去 质问明月的哥哥凯尔 可得到的答案 的确是明月心里 只有阿谦 没有任何人逼她来和亲 可云丝始终不相信 在她的不断逼问下 凯尔最终说出了事情 云丝这下不淡定了 拿出小刀 威胁凯尔 要她说出解除催眠的方法 还要帮明月恢复记忆 晚上明月 正和自己的侍女打闹时 云丝突然出现 拉着她说 他们俩人 才是真心相爱的一段 她是被催眠 才忘了与自己相恋的事 明月听后 还以为云丝中了邪 云丝见她不相信 直接拿出两人的定情信物 讲起他们甜蜜的过往 最后还说 自己一定会找到方法证明 她将定情信物 交到明月手里后 转身离去 明月握着短刀 心里有些犹豫 就找到阿谦 问着催眠后的感情 是否真实 可阿谦以为明月想离她而去 便傲娇地说的 王府不是她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两人就这样 开始了坦白局 一杯接一杯地喝起酒来 醉酒后的明月告诉阿谦 自己和她一样 失去了一段记忆 阿谦看着明月很是心疼 阿谦摸着她的脸讲着 不管怎么都会好好地爱护她 明月仿佛听到了这番话 起来捧着阿谦的脸说 她除去往日高冷的模样 竟还有些可爱 说完便靠谈阿谦的肩膀睡去 看着喝醉的明月 阿谦只能无奈地将她留在自己房中 晚上俩人正在熟睡时 阿谦梦游症又翻了 起来走到桌子前 端起糕点来到明月旁边 拿着就往她嘴里塞 第二天早上 明月被嘴里的怪味折磨醒 起来后惊讶地发现 自己已经在阿谦房间 还没等着回过神 云思就来敲门 他带着明月去找属于俩人的记忆 他们来到满是鲜花的房间 说着俩人的过往 还唱了明月专属的歌曲 明月听着慢慢地流出了泪 云思以为她恢复了记忆 上去就紧紧地抱着明月 幸亏阿谦及时赶来 将他俩分开 明月看着阿谦 带着哭枪说要回家 阿谦抱起明月 就转身离去 留下云思独自难受 回到府中 阿谦拉着明月的手 温柔地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明月说道 现在自己累 想休息 阿谦看着疲惫的明月 摸着她的脸 安慰后就离去 明月拿起手上的铃铛 心里响着 如果自己真的是被催眠 才爱上阿谦 那该怎样去面对她 明月想起这些 不由地大哭起来 而阿谦则站在门外 听着明月哭声 却不知道能为她做些什么 这时云思赶来 非要见明月 阿谦直接将她拦下 还问明月 到底失去了什么记忆 云思直接向她说明 他们俩人早已私定终身 是被迫才来和亲 还强硬地说道 如果不是阿谦的破坏 明月已经在那回家乡了 阿谦听后 霸气地回应她 现在明月 是自己的王妃 心里的人 也是自己 第二天 阿谦找了明月的哥哥 说到明月 现在很伤心 她现在不允许 任何人伤害明月 希望她能说出实情 凯尔看瞒不下去了 就告诉阿谦 云思和明月 确实有过恋情 不过现在明月已经忘记 如果阿谦还不放心 就催眠明月 让她彻底忘记云思 阿谦听后 愤怒地说道 现在的明月 已经够伤心了 不会让她 再受到第二次伤害 还让凯尔告诉她 找回记忆的方法 凯尔听后 很严肃说 如果明月恢复记忆 只要回九里怎么办 听到这番话 阿谦口是心非地说 会尊重她的选择 凯尔看出 阿谦很是在乎明月 就拿出了一本秘籍 说里面的一曲琴谱 可以助她恢复记忆 不久后 阿珍帮他们找到 最有名的琴师兰姑 他们三人到了兰姑住处时 发现云思一直跟踪他们 无奈只能一同拜见 可他们还没拿出琴谱 兰姑就直接回绝了 阿谦见状 直接让阿珍和明月 先去旁边等着 自己去和兰姑交谈 阿谦先是拍马屁的说道 没有兰姑能弹奏此举 看兰姑不为所动后 又说 只要能帮助明月 可以满足她的所所要求 又说明月的记忆 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兰姑听后 倒杯毒酒递给她 阿谦拿过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喝下 兰姑被她的真心打动 决定帮他们 因为明月恢复过程 有些漫长 必须住下 阿谦听后 只能与明月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回去的路上 云慈嚣张地说道 如果明月恢复记忆 跟自己回酒离 她最好不要阻拦 旁边的阿珍听不下去 立刻回应 明月和阿谦他们 是真心相爱 不可能跟她回去 另一边的明月 听到琴声后 头疼难忍 兰姑见状赶紧停下 告知明月明天再继续后 便回房休息了 此日 服务里的阿谦 心不在焉地 和她的机友聊天 可心里却一直想着明月 阿珍看出她的心思 就让她主动去表明自己的心意 等他们都离去时 阿谦见最近天气转凉 害怕明月受冷 就让自己的侍卫 蒸一些衣服 给她送去 在山里 兰姑弹着琴 明月静下心 坐在对面 听着琴声 明月慢慢地回想起来 她与云丝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不由地落下眼泪 恢复记忆的明月 不愿相信 她与云丝的过往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阿谦 未来的明月 会如何选择 关注阿公 我们下期见